哈啰 大家好 我們來看一下喔 我們在表格裡面呢 這邊有三個按鈕 在電腦世界裡面 有打勾表示這個條件成立 如果沒有打勾空格表示這些條件沒有作用 那你再試這些效果不可以一次勾三個喔 勾三個你根本不知道誰是誰什麼作用 來一次勾一個 手欄打勾再取消 這時候你要去觀察一下畫面上哪裡有變化 來 木欄打勾取消 喔 原來只是手欄就是第一欄自加粗 木欄就是最後欄自加粗 來 我先把它取消一下 那帶狀欄呢 打勾取消 你看顏色在變化對不對 那帶狀欄其實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帶狀裂跟帶狀欄通常我們不會兩個同時存在 我把兩個取消你看就懂了 先取消 這樣喔 來 我把帶狀欄打勾 再取消 打勾再取消 你看懂了嗎 間隔交錯的時候白色跟藍色交錯 那如果帶狀裂打勾呢 是裂 直的稱為藍 橫的稱為裂 喔 一條一裂藍色 一裂白色 這樣方便閱讀 都全白的時候你給它加個顏色 方便閱讀 那我們通常不會兩個都加啦 兩個都加太花了 所以呢 要嘛帶狀裂 要嘛用帶狀藍 不太會兩個都點 預設是帶狀裂在這裡 這樣各位就了解了 那右邊呢 右邊有樣式喔 目前這邊是藍色 為什麼是藍色 因為預設套過來是右邊這個 我可以點這個紅色 綠色 紫色 真藍 這邊還有間隔的 不是只有這幾個呢 這邊1 2 3 4 5 6 7 因為擺不下 右下角做這一顆 當你點下去的時候呢 可以看到全部的表格樣式 來 點下去的時候呢 捲著往這邊 其實滑水巴移過來就好 不用點喔 滑水巴移過來 你就可以看到它變化在這裡 就挑一個你覺得合適的效果就可以了 這個 老師我覺得這好看 來 點下去就真的套用了 所以在這個地方呢 你可以把滑水巴移過來 它立即給你看喔 挑到你覺得合適的樣式的色彩 你就可以給它 上面還有啊 上面還有 你可以挑你自己喜歡的 來 請各位試一下這個表格樣式